各位好 歡迎收看 2023年5月14號 星期天的新聞大百話 我是王上志 今天是母親節 祝福所有電視機 還有網路前的 觀眾朋友母親節快樂 那麼要祝福 兩點鐘的三位評論嘉賓 母親節快樂 首先先介紹前 總統府副民主長同學 已經是確定是 立委參選人羅志強 大家好 民眾黨的北市議會 黨團副主任吳宜萱 大家好 以及知識媒體人黃陽明 大家午安 好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的部分 對不起 來看一下是 在藍營的總統大選的人選當中 郭侯之間 尤其最近衝刺非常強烈的郭台銘 那麼郭台銘在徵召前表態 他特別強調 他接受九二共識 接受馬英九的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而且他承諾一旦當選的話 將會在金門設立兩岸的長設談判 處所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特別是針對於他這個 他人到金門去了 這個金門和平宣言 改到半夜三點 所以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他甚至從第一版修到第十五版 非常的慎重 那麼最近郭台銘在兩岸的部分議題 無論在止戰 包括現在兩岸進一步 他的立場 他的訴求 包括了現在對台風金馬 那麼各方面的軍機軍艦繞台 各方面的 他都有提出他的看法 他特別提到原本就應該是兩岸一家親 同為中國人 為什麼要有這樣子的敵意呢 我們來聽一聽郭台銘自己怎麼說 將台灣逼到戰爭維持的邊上 就是原本應該 兩岸加親 應該同為中國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為什麼大陸這段時間 對我們有那麼深的敵意 郭台銘也願意直接 明白地回答 這不是針對台灣人民而來的 而是針對執政黨的 執政和民進黨 種種挑釁行為而來的 郭台銘提到了 執政黨的部分是怎麼做呢 執政當局把一中各表 偷梁換柱 製造了族群對立來撕裂台灣 那麼特別針對為什麼到金門 因為郭台銘當兵的時候在金門 他自己提到 他對於823炮戰當時的創傷 幾十年來 他還是常被夢中的炮聲驚醒 那麼他甚至在臉書上發表了 2400多字的長文 中英文對照 我想這種慎重性 他表達了他自己 而且這張照片 臉書看到郭台銘在當兵的時候 其實郭台銘他提到 823炮戰包大先前 跟郭伯村將軍在當年非常的好 那麼因為當時其實郭伯村 其實就是負責在金門的部分的將領 那麼郭台銘提到 他同為兩岸同為中國人的 現在這麼強烈的訴求 看起來民進黨並沒有做事 讓郭台銘不斷的表達 現在包括鄭文燦 鄭文燦都說 這對於台灣的安全不利 台灣自由民主 把台灣放進一個中國的框架是不利的 那麼我們又不禁想到 這個話他的主子蔡英文 他曾經說我是中國人 這是公開說的 王定宇也批評了郭台銘的富士康 被要求設立黨部 另外林楚音的部分也提到了部分說 郭台銘所謂開啟大談判 根本是大幻想 對於侵略者的和平 那麼不是真和平 我們又想到蔡英文 不要忘了 不是這個談判 不是只有郭台銘訴求 蔡英文可是非常多次在公開 包括在國際上說 他願意和習近平坐下來談 現在當然民進黨方面 批評郭台銘是不予一利的 這裡頭是不是有各方面 是把槍口開始更多 瞄準郭台銘這樣子的狀態呢 特別是因為感受到 現在郭台銘的最近的這一波熱潮 有沒有一點韓國瑜 韓流的味道 那麼是不是害怕就變成 韓國瑜這樣子的一個前居之劍 那麼讓郭台銘的先前韓流 變成一種鍋流的感覺了 那麼除了郭台銘的部分 我們同時可以來看 侯友宜方面的這種訴求 當然現在對於九二共識這件事情 這個牌 郭台銘已經丟出來了 他就是要用馬英九的九二共識 包括一中各表這個牌 但是針對此 侯友宜的部分看起來 還是比較必談的 還是比較保留的 他就提到那麼在五月十三號 侯友宜指說兩岸和平 國家安全是台灣人的盼望 是比較模糊的部分的說法 那麼相對於郭跟侯之間 郭台銘走非常鮮明跟強烈的路線 最近聲量爆衝的狀況 最近郭台銘的聲量位居榜首 討論的部分是非常強的 侯友宜在聲量的排名 竟然還輸給了蔡英文總統 那麼討論的部分說給郭台銘大概有三倍左右 那麼現在最近其實民調非常多 其實觀眾朋友是不是很含糊 究竟是郭台銘呢 還是侯友宜的部分 究竟誰強 那麼誰領先 這個每天都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最近的部分 比較新的部分也包括了 就是年代方面的民調 就是年代那邊做的民調 現在針對於誰有能力解決民眾在意的問題 當然民調的部分 現在都是針對不同的議題 可以看到在這方面 賴清德是領先的 那麼郭台銘21% 侯友宜13% 民眾解決在的問題 這是年代做的 那三角都方面 究竟郭台銘勝算跟侯友宜 誰比較高呢 那麼我們可以看得到是 侯友宜28% 賴清德33% 柯文哲49% 這是侯友宜如果出現的話 那麼郭台銘出現的話 郭台銘30% 賴清德33% 柯文哲13% 那麼這可以對比侯跟郭之間 如果相較於現在撒喀都的情形 那麼再次強調 就是最新的部分年代的民調 那麼這個部分可以看到 如果說如果最後是侯友 國民黨或在野黨當中的搭配 我們請導播再把鏡頭往上看一下 就是說侯友宜加柯文哲 郭台銘加柯文哲的話 究竟有多少% 那麼郭台銘可能相較之下 可能有40.8% 有民眾黨的支持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被放在 藍白合作在野陣營的考量呢 當然最近也有人說 現在是不是在國民黨內的部分的民代 是只有四位來營的立委支持郭台銘呢 那麼現在在一出最早之初就力挺的金門的立委 陳玉珍就不忍了 他說怎麼可能只有四名 他說現在其實至少有16位立委是支持郭台銘的 那麼有13位是明確支持侯友宜的 沒有必要現在就在放風向 當然現在包括了郭科密會在簡體天 邱毅也有一些批評的說法認為 這個是給朱立倫的最後的通牒 總而言之 現在郭台銘跟侯友宜 應該在國民黨現在最後中招要最後衝刺了 智強你怎麼看現在郭台銘的這方面的 他丟出九二共識這個牌有用嗎 首先我覺得我一直給自己的期待就是 拋出很樂觀的訊息 因為剛好今天我早上就是去送車 也在做車隊在街頭謝票 因為我昨天初選通過 恭喜 那很謝謝大家 我路上真的就遇到兩個人 這立場就很特別了 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他說問我支持誰 郭台銘還是侯友宜 他說我支持政黨輪廷 他說我跟你講還是侯友宜比較好 你們去勸勸郭台銘吧 你們兩個 叫他們兩個合作 不要再鬧了 因為覺得侯跟郭互補很強 讓侯來當政 郭就當他的副手 那一定是最棒的組合 民進黨覺得擋不住 你去幫我勸勸他們兩個 結果沒多久才遇到一個他說 我跟你講 真的就侯友宜不要出來選了 郭台銘你看他有國際觀 對不對 你看他最近表現真好 對不對 侯友宜如果能夠輔助 郭侯兩個組合起來 我覺得民進黨不是他的對手 重點來了 我告訴大家 兩個合作 民進黨就不是對手 就這麼簡單 那你也確實看到就是說 對於郭台銘跟侯友宜 我常常講他們兩個都有各自的強項 他們兩個有滿強的互補性 光講一件事情就有很強的互補性 一個善攻 一個善守 可是我們所有打位選戰的人 抱歉都是要攻守戒備 沒有錯 對不對 那郭台銘你看很擅長營造議題 對不對 非常有積極的公視性 對 那侯友宜就是持營保態 他很能夠守住他的層次 他一直守 對 那基本上滴水不漏 所以因此如果將來兩個人 我覺得能夠有戰略性的合作 當然是不是政府是可以再討論 那當然第三個柯文哲的部分 可能說真的就要再花把力氣 因為民眾黨有政黨主體性 所以你要尊重民眾黨的政黨主體性 但是柯文哲也確實你不能否認 他在總統大學裡面 他一定會是一個關鍵的力量 這關鍵的力量變成關鍵的第三者力量 還是變成關鍵的整合力量 那一要尊重柯文哲 二來就要看整個大局的布牌 那再接下來我要講第二點就是說 我覺得還有第二個樂觀的訊息 我也要告訴大家 我覺得郭台銘這起手是不錯 對 因為坦白講我覺得 馬英九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漸漸漸漸漸又再度回歸 變成國民黨的所謂公約數 這其實是一件好事情 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過去九二共識有一度 被很強烈的污名化 國民黨的人基本上也不太願意講 沒有錯 但是馬總統最近的一些 一連串的我講說 兩岸跟外交的攻勢 我覺得有重新插亮 九二共識的這個招牌 那我覺得這一樣 九二共識其實最大的缺點是 天啊沒有 說不清楚對不對 我看九二共識我常在講 中共的九二共識是什麼 一個俄羅斯套 九二共識拿起來以後裡面 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中國 這個中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黨的九二共識 也是一個俄羅斯套 拿起來也是一個中國 但是中國是中華民國 對 民進黨也有九二共識 俄羅斯娃娃 打開來是一國兩制 所以三個各有解讀 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的外觀就叫九二共識 所以各自解讀 可是馬總統去大陸以後 因為他不斷的喊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你喊到說竟然在對方的土地上 對不對 治權管轄範圍上說 你大陸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我告訴大家這個說真的是 很了不起的突破 也因此你會發現舉個例子 你會發現國民黨有一段時間 民調長期低迷 最近好多了 有一個跳起來的一個封頂 就是馬總統訪問 中國大陸的時候 民調一下就抬了八個百分點 他只證明一件事 為什麼郭台銘會要跟進 我們講九二共識 要走馬英九路線 我覺得將來侯宇 我也認為他也會跟進馬英九路線 因為你兩岸要和平 你就要一個和平的基石 而且是要可操作的基石 九二共識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很抱歉 在馬總統執政那八年當中 九二共識確實創造了兩岸 能夠和平相處互利共贏的 一個地基 這個地基你今天不用可以 你告訴我你拿什麼東西取代它 你民進黨顯然這八年 你沒有找到東西 所以我覺得將來 這個兩岸的部分的話 我認為國民黨是可以有一些 比較有信心的自我主張 確實是 接下來請教楊明 現在不得不說現在 在郭台銘的這些主張 這陣子除了他造勢之外 主要是他現在真的具體丟出牌子 就讓九二共識這個一中各表 侯友宇真的是相對來說 都沒有說很清楚 當然他也有他防守的這種彈性 你現在整體來看 包括因為現在民調好亂 我覺得觀眾朋友一定跟我一樣 這個民調到底誰贏誰輸 這個聲量究竟有沒有影響性 你建議觀眾怎麼來看待 最後幾天 這個部分的兩人的表現 其實首先第一個是 國民黨的徵招的遊戲規則 只看民調嗎 好像也不是這樣 好像不是 所以其實現在所有檯面上的民調 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因為只有現在在國民黨中央 那幾位高層 他們可能心裡面知道 那個民調到底比重多少 要怎麼看 比如說我們就舉一個最簡單例子 上禮拜有一份民調 撒喀都的時候郭台銘比較強 可是如果是郭台銘跟侯友宜 對比的時候 又變侯友宜比較強 請問你這個要怎麼去解讀 所以現在就是看國民黨中央 要用什麼樣的一個角度去思考 不管最後結果為何 5月17號是一個起點 但也有可能變成終點 什麼意思 終點 對 馬上517 那個叫初戰即終戰 什麼意思 只要郭台銘變氣炸郭 就是比如說你這招侯友宜 郭台銘立刻氣炸了 我立刻宣布這一局我不玩了 我不跟你國民黨團結在一起 那這一局國民黨不用玩了 有這個可能嗎 你覺得 2024直接結束 2019年發生過 所以雖然郭台銘先生 他在這一次徵召的整個過程裡面 他是表達說到時候誰民調強 誰徵召誰 他願意支持 但是還沒發生 你必須要等到5月17號當天 掀牌了 你才知道郭台銘先生 他這個論述到底有沒有說話算話 當然 這個我是認為說 這是朱立倫的功課 你在徵召的整個過程裡面 在沒有遊戲 你看像柯文哲說的 沒有遊戲規則 你幹嘛去參加 對 好 這個時候 郭台銘某種程度心裡面會有一些 懷疑黨中央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只要這個因素越來越高 對朱立倫或是說對整個國民黨 就是不利 如果提名郭台銘的話 侯友宜那邊不會炸鍋嗎 一樣 這兩天傳出來 所以如果提名郭台銘 我挺侯派要去包圍黨中央 好 兩邊在這邊魚屍網破的時候 你一邊叫氣炸鍋 一邊叫做什麼潑猴 兩邊誰都不服誰 最後就是兩敗俱傷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 最近一個民調說 有47.3%的民眾 不樂見民進黨繼續執政 比樂見的41.3高 可是這47.3%裡面是有三股力量 現在有郭台銘的 有侯友宜的 有柯文哲的 是 好 那個叫做三個和尚沒水喝 就這麼簡單 你這47.3分成三股力量 一個十幾% 一個十幾% 一個20% 你最後明年就是那41.7的 樂見民進黨繼續執政的 穩穩躺著選 賴清德 因為這一股樂見的就只有一個人 那個叫賴清德 所以現在這個態勢很明顯 很多人解讀說 你看現在多數主流民意 是不樂見民進黨在一起 繼續執政 可是問題是 主流的民意裡面是好幾股 所以國民黨現在 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你要 第一個 徵召五一七 這一天結果翻牌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變成一個 國民黨是一股力量 不會變成是兩股力量 乃至於有人甚至是抽手 或是什麼扯後腿 不管徵召誰 對我們來說沒差 可是對國民黨會有差 所以這是朱立倫 這個禮拜三 馬上要面臨到的 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沒錯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請教宜萱了 當然現在可以看到 在野黨都很期待 那麼柯文哲方面 大家能夠有個大實的考慮 但是我們現在就郭吼 郭吼來說 從民眾黨或柯文哲的角度 是希望他們氣炸郭呢 還是希望他們無論如何 像楊明講了之後 無論最後提名誰 大家都能夠站在同一陣線上 主要還是這郭猴之間 目前看起來都還是 國民黨的家務士 但是柯文哲主席也常一直在講說 怎麼樣合作是可以從議題上面來討論 議題 所以你也看到今天柯文哲 在回應郭台銘先生 他在提到的這個談判的部分 其實柯文哲他是認為 他也認同兩岸應該要談判的 他也問 因為像郭台銘先生提到說 一些主張被民進黨去抨擊 甚至說這不符合台灣主流民意 當然我們不是完全的認同 這一份所有講稿裡面的一字一句 不過針對談判的 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柯文哲今天就訪問大家 訪問民進黨 你認為的台灣主流民意是什麼 現在看起來 當然是要談比要打還要好 沒錯 你敢說現在台灣主流民意是要打嗎 這是民進黨 你今天現在要提出來 要跟社會大眾說的嗎 所以這件事情對柯文哲來說 他也其實是認同說 我們應該要創造一個空間 去跟對岸談判 而不是畫地自憲的認為說 我們不能談 尤其現在是民進黨 現在把這整體的氛圍變成是 民進黨去談 就變成是捍衛台灣民族自由 其他人去談 就是喪權辱國 這件事情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提出來說要談判 我也認為說 民進黨應該要針對這件事情 表態說你們到底願不願意談 因為蔡總統大家也知道 他在接受CNN的專訪的時候 他也提到我願意和習近平坐下來談 那也就是說民進黨在面對現在的兩岸情勢 他們也在修正他們的立場 逐漸的往中間靠攏 那也可以看到他們現在從反共 到什麼反共不反中 然後到抗中保台到和平保台 你也看得出來 賴清德現在就是在修正他的立場 那為什麼修正立場 就是為了選票 很簡單 的確 現在當台灣要在做我們執政者 的確要爭取最大多數民意的支持 那這個最大多數民意的支持 顯見就是中間派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 民進黨都在修正他們的說法的同時 其實我們就不能讓他 好像完全落入說我們台灣現在 只能打 不能談 這樣子的一個荒謬的謬誤裡面 那所以提到聲量在這議場以外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郭台銘先生 他的確很有創造議題的能力 那也當初我們也看得出來說 這個當中除了不管是 到各地去辦活動也好 不管是BNT這樣子的內幕也好 我們都是很樂見 讓郭台銘先生從這個議題當中 去看到民進黨現在到底 是不是真的因為意識形態 在謀財害命 真的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利益 然後在犧牲人民的權利 有一點小時間要這樣 現在感覺起來是不是 其實郭台銘對於跟柯文哲的溝通 比較暢通 但柯文哲跟侯友宇之間 觀眾好像也很好奇 其實因為郭台銘先生 他也是一個展現 很容易展現積極的態度的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不管是拜會的過程 或是下鄉的過程 他都很積極 當然柯文哲主席面對他來 一定是很樂見 我相信他是對民眾黨展現善意 是 謝宜軒的分析 請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聞大百話 大家好 有機會 感谢观看